今天市議會在27號 是來自行到議員官官員出議長的衛兵 這是議員中英宗 他不問日前卡頓會 要求幹部處長李建興會蓋 深圈的農路 他卻以主持開會為由來記載 之後不再卡頓位來進行說明 27號在林市會議長當中 將李建興請出議長 李幹部處長李建興會後是來解釋 他當天因為主持會 他沒辦法換出來會蓋 特別派到兩名課長和現場 絕對沒有尊重議員的進行 就行這五回他最多遺憾 主要是連一通電話都沒有 對應總是越說越熟悉 都將李建興請出議長 跟議員報告 因為最近的時間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所以這個地方都不可以嗎 結果16天 那另外也要跟議員報告 那另外也要跟議員報告 您提到的這個要會刊的地點呢 其實當天我也請了兩位科長到現場 當天我告訴你 當天是幾天 7天9月他的會刊 是你們要做的 非國待會那麼困難嗎 你這種狂妄奧犯的態度 只有你李建興 竟敢如此的 膽大八天啊 這一個人最起碼的理貌 你都不懂 回國待會那麼困難嗎 你有沒有誇張 等了16天 市長 你們15團隊是這樣的嗎 一通電話 幾分鐘好 三分鐘好嗎 你做什麼理由嗎 經過16天 市長 你這樣呢 太藐視議會 像你這種人 在電視議會有什麼作用 仔細 叫公務處長李建宸出去 好 那麼我們請李處長暫時離開議事廳 事實上議員中應眾 在議長關關完已經不是第一次 連市長頭身提攏 曾經比他車主義十天 這一次比他車主義長 也沒有出場李建興 在會後 在社會提供問的時候解釋 當天 他自己因為主持會議 沒辦法多出會獻 有派到兩名客廳到現場 這對未沒有尊重議員 自信五位一相當遺憾 但是因為 北京新建工廳案經由 進行處檢嚴貴 會包含蔡港 綜藝人士都合法 他尊重議員 監督市政 但是他自己的人家 絕對未能比亂 這一次新聞 這是今天 鑲ょ尋王鑫三缸 以及彩虹波特 這個這次不一定 我今天不知道 這次不一定 klang